那么这个中油连续污染高雄 可是环保局除了警告开发单之外 竟然无计可施拿中油没责 而且黄石龙开了好几次记者会举发中油 环保局长从来没有来过 这可令议长还有两大在野党的总招非常的光火 议长除了痛骂环保局污能不如裁测算了 也对环保局长说出了重话 黄石龙议员追中油污染弃而不舍 光上个月就开过两次记者招待会 揭露中油污染事实 而负责高雄环保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 高雄市环保局不但对黄石龙揭发的事情后知后觉 事后对中油的警告以及罚单也不痛不痒 让中油不知悔改继续污染 遭到议会两大在野党的重炮批评 这间小公司小看不小新 你们就一直给他们一再开发 按日告发 不然就要给他们停工 不得多做 那么中油你们是不是特别给予什么 还是有什么内幕 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政委的污染的 只有60万没有消息了 这处换别的地方 又来了 所以中油不但恶劫了 环保局无量了 而黄石龙几次针对环保局业务召开记者会 环保局都指派记政出席 更令议长大为光火 不但把环保局骂到臭头 还对环保局长说出重话 你们局长没来 比较高气化 你建议说多少 建议说你叫人来 我又重心一遍 王后记者交代 黄石龙关于有什么问题 你们局长感觉没来到现场 大家做着瞧 我要跟这个议长报告 就是说刚刚议长交代的事情 我回去一定会跟我们局长交代 不是跟我们局长报告 就是回去之后 以后有像这样的记者会 一定要请 恭喜我们局长亲自出席 这个我跟这个议长报告 回去会跟我们这个 邀请 代表环保局出席的记政 角色尴尬 但权力有限 只能够低姿态 一再感谢黄石龙的热心追踪 让环保局受益良多 对于议长以及各党批评 也表示回去一定转达 局长下次保证出席 港东新闻王杰士采访报道